早晨,大家好,我是動物Jessica,雜誌副總編輯Benny Ho 我們很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領袖網上論壇的第二節 主題是Digital Marketing,我現在首先介紹兩位主港嘉賓 第一位是Google香港及大中華區創作者營銷總監丁樂欣Lancy 第二位是M&C Satchy Spencer,香港區辦事處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黃江瑞先生 Spencer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兩位,歡迎兩位,謝謝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首先我們準備了一個領袖,所以我先介紹一下 好,我想確定大家看不見到現在 是,還在分享 是,OK嗎?OK,好 OK,好,我們可以正式開始了,首先我想表示非常榮幸 我有機會和廣告界非常資深的Spencer,我們一起做Webinar 我們今天… 是,這個是… 因為你已經很文明了,已經聽過你的大名很久了,很榮幸 這次真的 那首先呢,今天我們會有四個題目,會講數碼營銷的趨勢 How digital marketing can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數碼營銷怎樣去改變這個世界 那第三,我們也會說 How digital marketing can inspire women? 就是數碼營銷怎樣去啟發女性 還有最後就是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the digital world 那數碼營銷是對於女性的機遇的 那事不宜遲,Spencer我知道在COVID之後 其實很多數碼上面都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或者你先分享一下你看到那個市場的轉變是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COVID之後這幾年 其實大家都…大家都會運在家 很多時候大家用的電腦多了 那很多無論是e-commerce或者是一些其他媒體 都overall其實那個指數都…大家的使用量都高了 還有呢,最重要的是說,因為使用量高了 其實大家在操作不同的社交媒體 那些Gadget或者其他功能的時候,也都多了 那連帶就是說,我想在整個廣告市場 很多客戶都利用這件事,多人氣的時候 就自然地大家的投放資源多了 那也都是很多marketing活動 也都隨之在e-commerce或者在online上發生的 那所以,這個也是…我想帶到今天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其實那個trend呢 包括社交媒體,尤其是YouTube的升幅非常之高 那我想Lensy會可以補充 那也都是反映了我們那個需求是越來越大的 好啊,那我給你問問Spencer 其實你上次看online video是甚麼時候? 上次online video是昨晚的 好的,好啊 那因為你知道Google,我們很多次… 我很喜歡看數據,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看數據的人 那我們首先現在看一看這個數據先 那…好,我們看看這裡 那就是根據2021年第三季香港互聯網 數碼應用數據裡面 我們看到其實有94%的回覆者 他們都說他們在過去一個星期內 都有看過online video 但其實當然我們就做數碼營銷的 差不多我們每一天都會看很多 那麼我們在這個數據也都看到 其實如果是from一個category的 standpoint 我們會看到音樂和一些comedy 就是搞笑的video 是最為受歡迎的 是的,那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YouTube當然它 serve 很多不同的 purposes 但是最top的reason 尤其是我想,年輕一代 就是因為YouTube整個平台 就是非常之好玩、好分 我閉著你先 我想問其實你上的音樂 其實不是一般的MTV 其實包括大部份很多他們自創 或者自己製造的影片 是嗎? 是,沒錯 所以在YouTube上面 其實因為它本身我們有工作 跟一些標籤 那他們其實很多現在的藝人 你看到它原本的歌 它都會放在YouTube上面 另外呢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 就會很喜歡唱cover的 可能你都看到了 那他們 我們一般來說 看到呢 如果一首歌 越多cover的時候 那就是說那首歌 是越popular 這個多謝你們先 因為這個video 尤其是music和video的流行 令到很多新的KOL 都出來了 那很多時候我們廣告界 就是經常都要看著這群人 去找一些新的KOL 然後就去談 去做很多廣告 那這個是絕對幫到整個Martin的行業的 嗯 或者今天如果我們講到video 不如我們看看一些video的趨勢 那我們今天呢 我準備了一個 就是說其實我們最主要看到 現在有幾個大趨勢 那第一個大趨勢呢 就是其實直播 是變成了已經是一個mainstream 因為很多時候以前 人們看youtube的時候 那他叫做VOD 就是video on demand 就是你錄了一個video 然後他才看 但是我們現在呢 看到有一個新的trend 就是 根本是大家是很喜歡直播的 那而大家看到這裡 這個screen上面的 那這個creator的group 他們是叫做 大家可能都會很熟悉的 就是Pamato小樹劇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 是 最主要就是說 Live sharing為什麼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他很實事 還有他可以跟這些粉絲 是不斷地互動的 這樣 Spencer 你有沒有看小雪劇的 或者其他一些 我們youtube上面的不同的group 我要知道 但是我不是做粉絲來的 在家裡 要看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很好 很粉的 就是我們工作上 尤其是這麼繁忙 之後可以放鬆 是一個很好的 威脅的 一個不同的頻道 好 你繼續吧 好啊 我們之前有談過 你也有問過 如果做Live stream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 production 或者frequency上面的 疑問 你們都想知道 有agency 的時候 經常有很多客人都會問 其實 因為我們大家說到 如果Live streaming是個mainstream 其實引發了一個 譬如 這類的節目 所謂的mainstream 和以前的mainstream 其實很不一樣 以前mainstream的production 所有東西都是非常講究 首先要彩排 要寫script 要reheal 包括很多technical的東西 拍攝機 打燈 等等 我覺得現在手機的 設備已經非常先進 加上 所謂的live streaming 其實我想 在製作上 應該不需要這麼複雜 是不是應該現在 是非常簡單的 嗯 沒錯 我想 Spencer 你正正說到現在的趨勢 就是很多人都以為 把影片放到youtube上面 我一定要拍到很漂亮很漂亮的 其實這個 不是我們看到的trend 我們看到的trend 最重要的是 這個東西 是真的很真實 所以呢 其實他們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 創作者 很成功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會 不需要說 很繁複的器材 其實他們拿著手機 已經可以做到live stream 這個live stream 真的可以在youtube上面 你按個按鈕 那就馬上可以講解 他現在最新發生的什麼事 還有跟粉絲互動 你說的live stream 如果要追求真實性 其實也是很好 因為我想 我想手機和以前的所有的 螢光幕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也是追求真實性 還有 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 一會兒會說到 在technically 用手機 通常都是retical streaming 因為傳統的那些 是打橫的 設定了 用這個鏡頭去拍攝的時候 基本上 就沒有那種真實性在 這個真實性 也是我們 如果在廣告 Martin上面 一些新的發現 也是令到 一些人會覺得 因為真實性 不是那麼賣廣告 大家會看多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特徵 嗯 沒錯 我想那個真實性 除了真實之外 另外一個很真實性 就是你馬上可以跟它即時互動 所以這個就是直播上面 我們大家都看到 是 不論廣告界 如果是creator也好 或者brand也好 其實有一個實時的互動 對於我們現在的觀眾來講 都是 覺得是一個new norm 希望大家會發生的事情 是啊 那 那麼 嗯 拍攝團隊應該都不需要太專業 其實不是不專業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 如果是自己做Live Streaming 其實自己都可以處理得到 其實不需要特地去請一班專業的人 幫我們做Live Streaming 其實在製作的量 速度也快很多 那這些也是我們社交影片 或者以致都是在講究這個速度 的量是做得好 總之其實給予人每天一個回應 其實現在是很好的東西 嗯 沒錯 那或者我們說回那個量 我知道之前我們 就是have your call 的時候 我們都有談過 其實是 你要問及那個frequency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創作者 那可能我這裡都可以分享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很多人問說 那如果 譬如我是個brand 或者我自己做一個創作者 其實 或者我做Live Stream 其實我多可以 下載一條片呢 那第一 剛才說完 就是這個production 是不需要很繁複的 就是不是說你要剪得很漂亮 這樣示範上去 最重要是真實 所以你拿著一部相機 抱歉 那部手機 然後你錄到OK 所以我們看到呢 其實在一個頻率性方面 最重要的那個位置 就是你要很定時去出片 那這個我們是叫brand 也有創作者都好的 其實我們看到一些 譬如是成功的創作者 他們可能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或者出兩條片 那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叫做Mr.&Mrs.Gow 他們是非常之多的粉絲 那他就會告訴大家 就是我逢星期四就會出片 我逢星期四就跟你們Live 所以這個是除了 有兩方面的好處 第一方面的好處呢 就是在YouTube 其實背後平台 那個algorithm 裡面 其實它是特別 可以提供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平常的粉絲 去出片 所以如果你不斷地 定時性去出片 他就會覺得這個創作者 勤力了 我們就會獎賞他們 那你的影片就會受推薦 那同時間呢 就是你的觀眾 它的觀眾 你習慣了有一個定性 就是說這個創作者 或者這個品牌 它是逢星期四 這個時間出片的 那我其實都會進行進去看 那因為我進行進去看 我們背後YouTube的平台 也都有這個algorithm 就相對應會令到 你整個影片的 就是會越來越多人去看 因為它的algorithm 會推出你的影片 那我想問呢 如果是這麼頻繁呢 其實他的準備功夫都要 會不會是很浪費時間呢 就是變成是engaged 我想如果一個星期出兩次 如果前一天準備 那都要整個四天 那其實都要 regularly準備 就是每天要做很多功夫 那其實工作人員 會不會變成真的要全時間 或者是一個大部分時間 都要engaged在那裡呢 那這個會不會影響了一些 真是有興趣的人呢 會不會覺得很煩啊 其實呢 我覺得是這樣的 當很多創作者 我們和他們聊的時候 你最初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說 我第一次做 那我要考慮很久 但是當他做了一兩次 其實因為他都會和他的粉絲有互動的 其實粉絲很多時候都會告訴你 我喜歡 我想聽些什麼 那慢慢呢 其實你有一個模式 就會很快知道 他就說我這次大概的題材 是應該說什麼 那其實可以即場再發揮 OK 因為我之前呢 有人叫我做這個廣告的一個節目 是YouTube 但是我擔心這個時間性呢 要長期每個禮拜一次 我就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通常做一些討論 也要準備好幾多 那我就不夠 那如果你這樣說 我都會想想 好 我希望Susa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YouTube頻道 我一定會訂閱 好 那我們就帶到 其實為什麼Livestream 真的會這樣做 剛剛有提到幾點 最重要就是 其實它是real-time 和real-life 其實這裡呢 你會看到 我放了兩個例子 就是YouTube 我們每一年 是有一個叫YouTube Works 的 contest 就是很多不同的廣告商 我們就會看看 哪個廣告商 其實他們做得特別好 那這裡有兩個例子 去說 為什麼是real-time 和real-life 其實他們怎樣做的 那我講一個例子 上面那個就是 譬如 HSBC 其實他們 最主要的objective 是希望 去面向更多一多的 年輕的一代 所以他找了姜濤 他最主要的訊息 就是 做很多事情 最初都是零經驗 就像你拍YouTube片 最初是零經驗的 但是總要踏出第一步的嘗試 所以他整個 Ad 都是用這個模式 那所以這個呢 對於很多人來說 最重要就是 就是 人家一聽到 其實我也有這個挑戰 就是拍片也是 我第一次 總是零經驗 都很擔心的 於是他就是引伸到 就說 我們投資 其實都是零經驗的 那他們又特別用了一些 叫做投資A0 就是一些現在新一代 他們會說 完全沒有經驗去做一些事情 但也都說 其實你可以一百元就可以投資了 那我們最後看到 他這個 campaign 就是那個 結果是非常之好的 他們有多 就是 versus 他的 pre campaign 他有35% 新的 millennial 去加入了他們的帳戶 那同時 他們的 investment 帳戶 opening 總數呢 其實都是超越了 他們本身的一個期望 那然後 另外一個 example 就是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 可能大家認得 他就是蕭波子 蕭波子呢 蕭波子呢 就找了蕭波子 做了一個一天的咖啡師 然後 繼而 他還出了兩個 新的飲品 那我們看到 他最後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對於 business 來說 因為他們 是十倍了 他們本身的 store target 是的 所以 或者 都請教 Spencer 你們 agency 那邊 你覺得 怎樣可以 真的做到 這個方法 去大家 去想到 這麼 real life 這個 brand 或者 大家 或者 大家的觀眾 As women 也好 我們怎樣 可以有一個 mind set 可以做到 這些 這麼 real life 的 作品出來呢 其實 如果是很多 大的品牌 如果 或者不是大品牌 所有品牌 如果下去做 這類東西的時候 他都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一定要真實 和 互動性 要很高 所以 跟傳統 一般的 大台出的廣告 很不同 大台出的廣告 很緊張 那些 message 或者要客銷 去到這些位置 去到 這類 所謂的 DIY自己的 影片的時候 其實 他們的 寬鬆程度很高 因為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看的時候 大家看這個影片 和一般的 廣告不同 不要太商業化 最重要的是 娛樂性 要高 那種娛樂性 亦都要自發 還有 其實 有一點 就是要臨場 爆肚 那些人 喜歡看你 那種真實性 是多於 你要重新 重新 因為 大家的資訊 太氾濫了 因為根本 如果太多的 黑色的廣告 大家都會 打開 所以 我想這類東西 有一個相傳中間 只要他們會繼續 很 lively 很投入去做一些事情 互動性 在這裏 我想觀眾 非常喜歡看 也會從這些 數據 也會引到很多 客戶 希望想 投資在這個 項目上 因為 一般的廣告 自己做不到 這個項目 變成要跟觀眾互動 也是由觀眾自己做到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大的潛力的發展空間 嗯 好的 我們再看看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 講述Livestream 本身為何 這麼可行 就是本身 整件事是很個人 和很相關的 我特別選了這個廣告 其實是Spencer公司做的 然後這個本身的主題 就是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貼切的 因為 這個是 欣怡 她基本上 就是 找杜sir 說 這個 就是一個年輕一代 和可能年長一代 的一個對話 其實她是一個 一個五個 一部的小巨星 同時 我又很喜歡那句說話 其實她說 只因世界每日都在變 是的 所以我就想聽一下 在整個 譬如 你們的團隊整個 創作的過程裏面 可能分享給大家 就是 有什麼提示 其實你們做到 這麼個人 這麼重要的 一些片 出來呢 這個 在做的時候 我們考慮了很多 這個廣告 當然 大家不要因為這個 大家在裏面看到 我們這些 成人 一定要看 其實不是的 在做過程中 我們考慮了 第一件 就是說 我們這個品牌 其實是一個 網上的產品 但是我們做廣告 開始的時候 開啟就是 《孤零改地》 但是有一個最突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的影片 大部分 都會在網上播放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 和一般的廣告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除了故事性之外 其實 大家留意多一點 就是說 其實我們選擇的角 以至他們的表現 其實在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再看 他們大部分的鏡頭的位置 是對著鏡頭說話的 就是等於說 是對著觀眾說話的 尤其是恩怡 或者阿杜sir 很多時候 對面 好像跟你說話 這個做法 如果你再認真看 很多以前的廣告 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廣告 他不會看著鏡頭說話太多 因為他覺得 這樣就穿了一個 他在片中自身的故事 現在我們不是的 我們希望做到一個 就是他對著你 說話 感覺就是整條片 就是你在現場發生的一樣 令到那個投入感 是大很多的 亦都是我們的 其實 你要看到 所謂的 就是 我們不是用一般的 測試 其實我們放得很近 一些大頭 為什麼呢 因為手機太小 如果你手機看的時候 如果再好像傳統 那麼速度那麼小 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鏡頭 盡量是 所謂的大頭 頭很近 令你感覺就是 它是 talking to your face 那我 令整件事 那個感覺 是更加近身 和個人的 所以這個是 其實日本的橋門 和其他一邊都看不到 這個是比較有少許技術的 但是其實大家認真看出發點 就是說 我是希望這件事 和大家有一個親密一點的活動 所以 容易發生的 嗯 我明白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廣告 或者出來的創作 最重要的是 本身的廣告片 真的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剛才 Spencer 你分享了很多 提示 真的很有用 對大家 因為這個影片 其實因為它的創作 做得這麼好 所以其實它那個 我們看到它 有一個 我們叫做 brand term 的 search volume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廣告片 做得好的時候 相地應 會有很多人馬上去搜尋 所以我們看到 有四倍的增加 所以非常之成功 再加上 如果你看回 市場當然有四倍的增加 但是如果你看回 相對應市場 對於商業的影響 其實他們的 日常獲取目標 是增加了50% 就是超了50%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一個 創作的行動 做得好的時候 對於一個商業的影響 真的很大 有一個笑話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做法 其實都 做得非常不錯 但是每次做完之後 其實到數太快 以及已經過了數了 其實我們不是很多事情做的 因為他們說 到數了 我們這個月不用再做了 等下一個月 其實我們生意 不要緊 我想很多朋友 都會想繼續找你做的 你們有很多片 應該都會很忙 繼續 好 謝謝你 OK 那我們講一下下一個trend 就是 short and sweet 基本上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的影片 因為我們大家 所有的時間 都是非常水片化的 所以 就有一個叫做 shorts 的 短影片 的概念 出來 我想問一下 Spencer 你有沒有看過 這裡 裡面 我們的YouTube創作者 他叫做 微賴 你有沒有看過 知道 知道 這個 是嗎 OK 好 你或者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現在的內容 就是那個 以前我們一向習慣了 是很長的 長的內容 但現在變了短 那你覺得有什麼竅門呢 這個 對 這個非常之 為什麼叫做碎片化 其實是對的 因為每天每個人看的影片 或者其他貼文 的量數越來越多 我想幾千的 好像有些統計 根本大家如果是一望想去 大概頭三秒四秒 吸引不了你 那我們就會 轉動 我想 跟以前所謂做電視廣告 都比更加競爭性 以前就說轉台 但這個 一數是沒有的 很多時候 那個體育速度 那個吸引力 一定要差不多每三四秒 或者是一個情節 令到你繼續留下來 那我覺得 這個 這個微言 其實一直都做得很好 就是說 因為他 除了是搞笑之外 還有其實 每個情節都要考慮 有下一個三秒的時候 會有什麼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之 成功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 要short and straight 那些人喜歡一些 那些人不會看得到手機多 其實他們的眼睛接觸 是快過老的process 所以立一立 其實很短 也會得到很多訊息 所以基本上 也都影響了 一般的影片在播放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太緊張 說說故事 我想跟三年前 所謂short film 或者微電影 那些 現在的頻道 根本大家都不會花點時間在這裏看 如果有 不如你在其他 如果在短短的電影 或短短的電影 就未必需要在這個世界上看 可能他自己訂閱了 或者在其他電影頻道 或者在其他頻道 或者在其他頻道 慢慢再看 所以一般平時每日看的影片 其實需要追求的東西 比較short and straight 還有這個 記住的東西就是engagement engagement engagement 不是只看這一段 是不斷地engagement 到下個三秒 所以每三秒就應該一個 一個gap或者情節去增加下去 嗯 明白明白 好 又學到很多東西 好 另外一個 這個是我們內部有很多不同的 research 看到的 就是其實一個 就是 他們一般來說 就說 It's not about what you say It's about like how you say it 那或者可不可以 多說一些 comment 就是那個how 就是怎樣做呢 通常我們如果廣告的 Dragon就是兩樣東西 What to say 和How to say What to say 通常是指一個 所謂廣告的訊息 或者idea How you say 意思就是怎樣表達出來 那我想這個 在現今的世界 無論 就算不在手機上面 其實在電視機上面 或者其他電視機上面 大家都追求了所謂的execution 因為大家找到的資訊已經可以很快 就算比以前不比 就說以前的廣告 要怕死你不知道 所謂的logo 訊息在哪裡 就是repeat一次 兩次 甚至很hard sale 但其實現在不用 其實我想現在的手機 如果是 你只要出一次 你大概知道你是哪個負責 哪個brand 其他人就會因為 你拍出來的影片 受歡迎 或者是喜歡看 然後自己會上去搜尋 正如剛才 Lensy說的 其實Mark那裡的例子 也是 雖然說是需要看那個brand 但其實是不需要重複 或者是這麼hard sale 是讓人知道的 那大家看的是什麼 大家最重要的是 我看這個手機 你這段影片 你是不是先享受我 是否令到我開心 令到我覺得過癮 然後呢 從而去找一個brand 其實在做什麼 你想買什麼 之後呢 你哄不開心 我就會繼續去追蹤你 或者去看你 其實那個interaction 變得很重要 所以在內容上 我們都要想這些 喂 當是一個朋友 那你要跟他講話 你要多些話題 要哄他 就是insent of the hard sale 你要買什麼 相對於這件事是true的 所以 回應剛才 最早期剛才說 我們那個真實性 那個重要性 這裡是 自發性多一點 還有真的 用true一點 和過癮一點 我所謂要過癮一點 然後那些人去找回 你那個commercial message 在哪裡 不要擔心說 一定要講得太多 因為這個也是大忌 講得太多 我們說 如果做個比例 那麼 What to say 是 和How to say 加上100% 我建議大家 How you say 應該佔80% What you say 20%或者更低 就最好的 嗯 好 OK 又學了很多東西 OK 然後下一個 我就可以講一下 因為 剛才 總括來說 我們是需要 更加frequency 更加上 那個frequency 要越高 和大家 我們觀衆 聯繫 但是同時間 每一次要短一點 所以YouTube 其實我們已經推出了 一個YouTube Shorts 也可以在你的手機 App上的YouTube 已經可以看到 那 然後 如果你是需要 去錄一個影片 其實都非常簡單 你在Shorts 你按create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brand 其實你都很簡單地 是可以 創造到 我們這些短影片出來 那這些短影片 你現在看到這個 鏡頭 給大家示範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很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都是 on the go 不是整天坐在家看電腦 我們是看著手機 所以它是 Mobile Optimize 它是直到的 它是Vertical 還有它是Full Screen 它在YouTube Shorts 來說 它是少於60秒 所以你就很需要 像剛才Spencer這樣說 我們怎樣用最短的時間 可以有一個訊息 可以Capture到大家 而是有一個 很真實性的 這樣 這個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 剛才說到Vertical 的Filming 就是說手機打動 其實它的特性 就看不完 但其實看不完 加上手機 用手去做音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創造的真實性 就是人的眼睛 基本上是打滑的 但如果看到一些東西 是打直 看不完兩邊的時候 它那個很不安的直眼 那麼它就會再追求 在畫面上看得更加多 如果加上手機的時候 其實人們就會跟著看 那很奇怪 這個是這個 這個Physical 的人體上的結構 因為它看到的東西 不是打滑 一般看的東西的闊度 是窄了的 所以變成它一個 不是說偷窺的 但是它看得少的時候 反而它就會追隨多些 大家要記住 因為Physical Filming 在手機上是很重要的 加上手機就會更加吸引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以前看廣告 很多片 就說有很多文字在上面 所以叫Super 打了上去 那麼 在這個Physical Filming上面 盡量避免用太多字 其實帶著整條片 最好就有一個音樂 因為所有的影像 大家都是在尋找一個 你其實想做不下 看得多漂亮之餘 你都要用一個Vo 就是Vo 帶著它說 如果沒有Vo 當然也有音樂 或者其他東西 讓人知道你想說什麼 當然不需要太太重 關於訊息 但是你起碼要有一個 拿著手機的人 可以自己說話 是會令大家更加投入 這件事 就是Vo拍攝的特性 以及Vo帶動 這件事 我想是直接影響了 一些人看不看這個 多喜歡你的照片 這件事 我多謝你的分享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有一個科學 是Vo拍攝 但你說完之後 我又覺得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一向看開 例如大電影 我們就會坐在這裏 但on the go 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掃到Vo 我又覺得 我想不斷地掃到 我就不斷地掃到 我又不斷地掃到 看有什麼新的東西 但我又不會覺得 我會這樣打橫 是 這個跟貓和動物相關 我發覺他們和人一樣 就是 其實東西越快 或者越抓不到 它會更加好奇 這是最重要的 哦 OK 好 所以有見及此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在很多 現在很多叫做 short challenge Spencer 你有玩過這些 short challenge 沒有啊 沒玩過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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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這個非常成功的 campaign 之後 我們今年 大概一個月前 我們跟BTS做了另一個 campaign 這個 campaign 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campaign 然後跟著就是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是的 不是一個跳舞的 theme 是一個另外一種的 theme 就是說 又是 大家可能在COVID之後 就會覺得 其實 永遠未來會有更加好的東西 我們因為有見及此 其實在香港 都會做一些 challenge 其實剛剛 就完結了一個 在6月6日至6月26日 其實我們就和阿追峰 做了一個 have a J time 的 challenge 亦都是 在這個活動期間 大家可以 他 追峰是呼籲了大家 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不能 travel 但是可以分享一下 簡單的生活細節 和拍攝一些又 relax 很特別的 就是遊歷的體驗 所以這個 我們也看到 其實香港很多人 都有跟隨這個 challenge 我們 stay tune 因為我們未來 其實就會和很多不同的香港 artist 由7月 我們每一個月 到這個月 其實都會有一個 challenge 大家可以密切其他 因為一樣 都會是很好玩的東西 我會肯定 Spencer 都會參加 去製造這些短片 這個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 interaction 這個遊戲 其實很喜歡玩的 其實 我剛才說了 我發現其實有一個字很重要 大家要不斷追求這個影片上面的好奇心 這個也是一件事 就是那個好奇心 是會令到大家會更加多人看的 那一定要 要怎麼令到這件事 那些人描述到他們的好奇心 無論是 剛才說的 影片上面 或者是現在這個 program 本身的內容性 都是 都是 因為好奇心 所以大家的娛樂性 就會更高 我希望可以參加 但是這個 challenge 我可以看到 可能有些問題 大家也想知道 如果我剛開始做YouTube 那如果我是 brand 也好 或者我是想做做創作者 那我怎樣開始呢 其實可以告訴你 所有這些資源 都是完全免費的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 youtube.com slash creators 這個網站上面 其實基本上 就有從你其實 怎樣去開始 怎樣去建立你的社群 至於怎樣 很多人都會問我 其實我youtube上面 怎樣賺錢呢 其實在這個網站上面 都有了所有 最主要的資訊 那另外一個 我其實很喜歡的頻道 叫做 Creator Insider 那就是一個 youtube channel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 你搜尋就可以了 那這個頻道 其實它有說了 很多有關於 youtube 其實內裡的構造 譬如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很不明白這些版權 怎樣去做 因為我們本身 系統是有一件事 叫做Content ID 那其實它有一系列的片 不斷地講解 其實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觸犯了那個copyright 那其實你怎樣 整件事是怎樣去做的呢 其實在那裡 是有了所有影片 給大家去參與 是這樣的 是的 這個絕對重要 因為尤其是 很多時候 創作都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就是 一般的 一邊的 怎樣去做 影片 因為很多時候 創作 他們因為要自發性很高 而且 很多時候沒有那麼多考慮 或者去檢查的時候 那可能要事先 大家要知道清楚一點 如果不是報料出現之後 其實我們很多客戶 都說過客戶 都很擔心 最重要的是 創作出之後 會不會有 這個 會不會有 下一個系列 或者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下一個 這個 就是 Digital Marking 怎麼可以改變世界 這樣 我會分享多一點 其實 在Digital Marking的世界裡 最難的位置 就是 其實你怎樣去找到 海很大 你怎樣去找你的目標 客戶 是最難的 而我覺得Digital Marking 怎樣去改變世界 就是 其實 它可以 給你 可以去 達到 你真的的目標 客戶 然後 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 就是 其實你的目標客戶 不單是在香港 其實在全球 你其實都可以接觸到 對於我來說 Digital Marking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因為 可以令到我們大家 不需要很大的 投資 其實我已經可以 達到我的客戶 我想 最主要就是 我們大家要有一個 新的心態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稍後去說多一點 就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銷售 在香港來說 是的 所以我或者 我先講一講個例子 為什麼 其實我都 跟著這個領會 是的 就是 有一間公司 叫Kickscrew 是一間香港的 本土公司 它本身在旺角 是有一間店 它是賣球鞋 那大家很多時候 覺得 在旺角買球鞋 你怎樣 去出口全世界 那樣 那我也都非常有幸 我就是 跟他們的 founder 和他們的 marketing director 其實我們有很多 interaction 我幫他們拍了一個 成功案例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可以去 我們有一個叫 Google for Hong Kong的網站 那裏 其實有那段片 你可以看看 成功案例這段片 基本上 我覺得是根據 有三件事 就是 因為 他的創立 叫Johnny 那Johnny 他最初的時候 他是 幫人 排隊買球鞋 的 可能大家都 有些 這樣的經驗 那他2008年 的時候 創立 那他就希望 是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找到 自己最深愛的球鞋 那這個可能 是一個很尺寸的東西 但是其實 很多人都有自己 心目中的 一些 passion For instance Johnny 在這個 area 就是 怎樣可以 賣一雙 很遠一點的球鞋 給到全世界 那於是 他其實 最初的時候 他是每天 賣15雙的 然後 就找了 六個市場 是的 但是 其實他不斷用 數據市場之後 其實他過去一年 他是升了 50倍的 增長 就是每天 每天賣到的鞋 然後 他是從一個 六個市場 變成了四十個市場 那所以 for instance 近的地方可能是 韓國 泰國 遠自 哥斯達利亞 他都會有 推銷 所以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 改變世界 那很多人都說 那其實 第一 他是開始 基於他的興趣 就是他真的很有熱情 那另外一件 我覺得很興趣 就是其實他開始 小的 他不需要說 一開始就花很多錢 他有個網站 之後他就每天 下一些廣告去試 不斷去試 然後第三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 位置 我覺得第一 二 大家 都可以試 而第三個 我都覺得女人 是非常之 對 大家都最主要 是有一個 揭而不捨的 精神 那因為其實 我也都 很明顯 我跟了 他們的 Chief Growth Officer 即是他負責 負責經營的 Garry 去談的時候 那我就以為 Garry以前做過很多 digital marketing 很有經驗 但是呢 其實他就說 他是完全 以前沒有做過 Digital marketing 但是為什麼 他可以做到 這麼成功 變成了這一間 這麼成功的公司 簡直是做 Marketing的Head 就是因為呢 他有一個心態 他的心態就是說 他知道Google Google Ads 大家都知道Google 最主要的 商業是Ads 那他就說 如果全世界有這麼多人 可以用Google Ads 去做成功 我現在不行 那應該是我做錯了一些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心態 他就說 因為我做錯了一些 於是他就不斷地去找 為何不工作 他就不斷去問人 他也不怕 不覺得是 他不覺得是 他不斷地問人 他一有問題的時候 他也去去 YouTube那裏 搜尋很多影片 因為其實 有很多 no-how 是怎樣做 Digital marketing 其實已經免費 很多影片 是教你怎樣做 所以他搜尋了很多 那繼而呢 他經過了一番的耕耘之後 他就成功了 所以 從我 我覺得 其實Digital marketing 真是一個 大家不需要害怕的一件事 而是真是很可能 去 It could actually change your life than change the world 的男人 這個例子非常之好 那我帶出一點 其實呢 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 很多人都擔心 包括我自己 曾經就是說 很擔心 J.Martin 哇 那麼新的東西 我哪有時間去學 那學完才做呢 都有一段時間 但原來我發覺 其實我很多時候是做下去了 你會發覺你有需要不斷去自學 網上的教授其實是很多的 還有呢 是一做著學呢 你的記憶或者運用呢 是會多了 機會多了 就更加好的 更加純熟的 那所以我都鼓勵大家 就是不要想說 學了才做 不如你一路做一路學 那那個成功或者效用就更加大 第二 第二點就是 剛才你的例子 說到那個王國波鞋 我覺得 我也鼓勵很多 香港的男女女 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想一想 不要小看香港 香港的地方雖然小 但是呢 有兩樣很出名 香港喜歡購物 那香港全世界購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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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球供應是最厲害的 一群人來的 還有呢 香港很集中 很細很集中 那其實呢 如果做購物 以至是 這個 做關於 E-commerce 如果那個基礎是香港的時候 其實大家考慮就是 如何利用香港的特性 煲鞋街 我想 旺國煲鞋街已經很多年了 那已經是大家出了名 所以它本身已經有一個 E-commerce 那你用回香港有的集中一點 去想這些 E-commerce的東西 其實 全世界都有一天抓鞋 但是沒有香港這麼集中 可以短時間去找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一個香港的特性 所以大家在想這些 topic 或者想教些什麼的時候 其實也想到香港其實出名什麼 想起 以及怎麼跟購物有關 大家不要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大家每天購物 網路購物 這個就算 下街買東西 那麼我們的購物 那個知識是非常高的 你說用回內心下去呢 其實 我想已經比很多人厲害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嗯 是啊 好 那我想 Digital Marketing 真的可以轉變世界 我知道我們現在 還剩下不太多時間 那可能 我也想讓大家看一下 一些 Statistics 更加鼓舞 那我們本身 Google 有一個叫做 我們是 Smarter Digital City 為香港做的 每年的事情 我們是從經濟 整個生態 和培訓裡面 去推進香港的數碼法治 那所以我們呢 今年年初出了這個報告的 那我覺得 令到大家 應該香港人很鼓舞之處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香港的Export裡面 其實因為疫情之後 其實增加了9%的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 其實是因為 E-Commerce 和它的簡單性 和它本身 又令到你 Export的時候 會是 Globally 有更加好的margin 所以我們看到 大部分的 很多商家 我們看到現在都會 去不斷地去增加 它的Digital Investment 那我也鼓勵大家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亦都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好 那我想 下一個環節 講一講 其實Digital Marketing 它是怎樣 inspire女性 那我 我講了一點 就是 其實我之前 在Google之前 我完全沒有做過Digital Marketing 那也是 那我很慶幸Google 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 我第一個 role 在Google的時候 是 不是做Consumer Brand Marketing 我之前其實是做 S&B Ads Marketing 那我覺得 其實很厲害 看到很多不同的商業 就像剛才 Kickscrew 其實還有非常之多的商業 它是真的可以成功的 但是我想 很多時候大家的問題 就在於 就是說 我怎樣去 Gap Started 怎樣去學呢 那所以我想 這次分享一下 給大家看 那第一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去 就是用Digital Marketing 做出口的話 那有一個工具 叫做Google Market Finder 那基本上呢 又是一個免費的工具 你可以把自己公司的網站放進去 其實它可以幫你分析到你的網站 跟著告訴你 其實什麼國家 可能對你的產品的需求是最高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也是 一些很多免費的網上調整 那如果大家搜尋Google 那上面有很多免費的 Digital Marketing Training 那就是由最基本什麼是 數碼燃銷啊 怎樣在網上開店啊 或者有很多人都會問我 那我怎樣把我自己的行業 放在那個圖片那裏 知道我怎樣去解釋多些 就是Google Trends啊 Google Analytics啊 這些大家都有很多問題的 那其實基本上在這個網站上面 你都可以去看到這些很基本的資料 跟著去Get Started 如果你有興趣去找一份Digital Marketing 那你也可以免費這樣做 Google Ads的優惠 是的 那然後很快也都說一說 之前Kickscrew 他們是 因為你做數碼營銷 最難的位置 很多時候是說 你怎樣去 有那麼多touch point 譬如有search Display Network 我們有YouTube Gmail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混亂 不知道怎樣去optimize bidding 那做很多 因為其實Campaign 每一個Campaign的優化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一個叫做Smart Shopping Campaign 我都可以鼓勵大家可以試一試 尤其是中小企 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Kickscrew 都是靠Smart Shopping Campaign 幫到他們很多去GoGlobal 是的 或者這個時間我問一下Spencer 你會有什麼推薦呢 如果大家需要 就是你的團隊 我都知道你們要學 就是要速度那個Digital Marketing 一直怎樣保持趨勢啊 學習你們是怎樣去做的呢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我拿公司 或者我認識的公司的員工來看 其實他們大家都很完全明白那個需求的 其實反而就是 就是剛才說了很久 第一句就是第一步 第一步怎樣去令到他們去engage 或者是想學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要想怎樣跨過這個第一步的 我亦都會鼓勵很多員工自己去嘗試想 但是反應是非常之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害怕 很多時候我們的做法就是 比如說我們開始呢 就會設定一群人 比如說公司幫你安排了一些這樣的課程 但是呢 我都要呢 是叫他們自己設定 比如說 不要一個 我們指定了三四個一起去上這個課程 這樣就好一點的 那就 令到他們呢 如果一央人一起進去的時候 那個膽就沒有那麼小 大家可以share的時候 那一檔Casle去學習 總之你入門版做了之後 OK 其實呢 他就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興趣 繼續上去的 那這個我的現象看得 都挺多是經驗的感 那還有呢 就是說 第一個course 入門版反而很重要 就是說 令到他們有個小小的成功感 就是令到achieve到 很容易呢 可以navigate到 或者用不得到 其實他們的本質感大了 就很容易令到他們更加會做 其他更加深入的technical的program 所以第一個入門版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一些複雜的東西 就算包括NFT 聽到之後 那些人覺得很複雜 聽到之後 開始的時候 這個入門版是比較 很快的 令到你可以自己掌握到 自己上去的時候 自己買到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開心 跟著想追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樣可以把握這個入門版 還有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個 不要說老闆 其實在公司立場 如果可以見到員工 或者見到一些朋友 這樣的時候 也鼓勵他們 不要擔心 第一步上去之後 大家會明白這件事 一定要先試 試當真去做 那件事呢 成效就更好 嗯 是啊 好 那我們就去到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說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the Digital World 或者可以這個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本身 當我自己的Personal Experience 就是很多時候 女性 我是需要覺得自己 是達到150分 我才敢告訴別人 我是90分 所以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有很多數據 另外就是說 如果一個男性 覺得自己是70% 高級的一個工作 可能她已經會 我會去報這份工作 但是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我覺得自己是70分 我是不會不敢報的 所以當時 其實我用了Google 那時候更少 我想我用了Google 的市場 因為我不是做過了 其實是低於10%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之 remarkable in their own different ways 可能不關你現在 是 apply 這份工的 hard skills 所以我記得當時 我有一個朋友 告訴我 其實你只要 應付 到時別人可以選擇 請你還是不請你 他不需要 一定要請你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回到整個社會 其實很多時候 每一個 甚至每個女人 都不喜歡 女人 都不喜歡 自己的 而這個問題 就會去 避免了 如果我們本身 女性 其實我們 真的可以怎樣 去 maximize 自己 有的潛能 是會 真的有一個 bottleneck 所以 在google 我們有一個叫做 I am remarkable 的一個program 其實本身 是一個google internal initiative 我們最主要的 focus 是希望幫女性 和一些 我們 underrepresented 的groups 去 讓他們去 celebrate 更多他們的 achievements 因為我們相信 每一個人 都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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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特地帶來香港 現在會 在全球 你看到的數字 已經利用了很多 女性 和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我也希望 藉著這個機會 和大家說 我們將會 也是一個免費的program 我們將會 在香港 會有更多 和不同的partners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直接找我 因為我們是希望 讓香港真的 更多的女性 去 showcase 到 其實大家是 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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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作為一個男性的老闆去怎麼看女性在這個事業上的機會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項目提出的東西是remarkable 但是有一個大家要很留意的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要參加這個項目就會發現 你要提出那個remarkable的 topic 是比你做得多好 很多人說男女在公司上大家的競爭哪個好些 其實我覺得千萬不要放在那個位置就說大家在比賽 比如說你問個問題 究竟男人的生意能力高些 或者女生的生意能力高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錯的想法 我會看到一定沒有男性或者女性好的 反而反過來我是希望女性在發掘一些她們自己覺得自己好的 一些topic 忠於自己的感覺是強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是比男性好的 我要麻煩講這件事就是 譬如說我會覺得男人比較穩健 但反過來的弱點就是其實她不會 其實她是裝作多一點的 如果她做生意就永遠保持新生意 其實她要去想起一些新的創意 或者想起身邊或者自己的東西其實是差很多的 女性在這方面就變得很強的 如果你說女性在職場上 她可以帶到一些人看不到的東西 或者自己覺得好的東西 其實這一方面是很珍貴 亦是比男性更加強的 譬如說她可能 我舉例就是 我即時舉例就是 如果你說要找一個 I am irremarkable 可能就是說 喂 我們不要只說 事業上誰做得好 反過來 大家舉例 如果她是remarkable 女生說 我每天和多少人笑 多少人接觸的人 是做一個微笑 可能女性比男性多很多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尋找一些 女性在職場上的功能的時候 我會欣賞很多女性 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很小的點數 大家一般都留意不到的東西 她可以說出來 其實那個查明程度是比男性高的 因為男性可以做得好 大部分以前一直落 都是男性在職場上 比較佔優一點 但其實那樣東西 亦都是在現今世界 反映了那個優勢 不只是在那個程度上面高低 反而男性在提出新意見上 或者在其他新意見上 是沒有女性那麼好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其實女性的需求 只要大家忠於自己 想一些人平時想不到的東西 不要一定是男性 大家想不到的東西 其實那樣東西 我覺得 我會喜歡找多些女性員工 多一個男性 多謝你 我想我們 可能回到我們一開始說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女性就是要忠於自己 我們不需要特別改變 因為每個人都很奇妙 我們只不過要表現給別人看 其實我們真的加到的價值 提供到的是什麼 不需要改變 然後也就像你拍YouTube片 都是表達真愛 其實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嗯 好 可能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知道我們的主持人 應該幫你搜集了一些問題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多謝兩位的分享 其實我們都收集了很多觀眾的問題 其中一條我就想問一下Lance 其實對於商業客戶 有些什麼數碼媒體的頻道 是你覺得可以給他們使用的呢 嗯 好 其實每一個商業都有點不同 那我都會推薦大家去 其實可以研究一下本身 你專門的行業 因為我很難在這個情況之下 講完每一個行業 但是如果一個基本上 其實第一呢 你搜尋是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搜尋呢 搜尋的人呢 其實他已經自己有個intent 就是我有心去找一些東西 我想買的東西 那所以搜尋的廣告呢 如果別人不按下去 其實你也是不需要付錢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呢 是一個 如果你真的好 因為很多時候中小企業 一開始 你的results driven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Evergreen 不可缺的一個頻道 那另外就是 在社交方面的頻道 那社交方面的頻道 因為其實 好像我們今天講過 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影片 在上面 其實很重要的位置就是 大家都說 你知道市場有整個分路 就是一個 awareness consideration 和那個 就是那個購物 然後跟著之後 它就變成了你的 低顧客 就變成了 所以在整個 journey 裡面呢 其實影片呢 你可以將一些 譬如你 尤其是很多人呢 現在的產品呢 它有很多 unique selling point 又或者你的產品 可能是比較難些 去用一個 硬的廣告 就這樣一句說話 去解釋完的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自己 經營一個 social channel 然後在那裡 你不斷地拍片 去 showcase 說其實解釋 然後跟著 變成你那個 domain 的 expert 我覺得這個是 你 build 到 整個 influence 會很幫到的生意 好啊 多謝 Nancy 先 下一條問題 是問 Spencer 其實呢 有位觀眾就問 其實現在很多 KOL 的出現 其實跟他們的角色 或者功能 和傳統的代言人 有什麼的分別呢 還有如果作為一個 Marketer 或者你 一個廣告的決賽 你認為 長遠來說 KOL 可不可以取代到 傳統的廣告代言人 角色呢 其實這個絕對是可以的 因為傳統的 我們叫做 一些明星 或者大牌的那些 其實那個壽命 都有在的 始終每個明星都會 就算多紅 都會 不是說一定 他會 大家體驗那麼簡單 問題就是說 他那些人看得多的時候 始終有一個 有反效果的 很多時候 我們當然 就是 所有廣告客戶 都希望用這個 這個大明星 因為有一個 收視的保證 但是呢 就是越來越多 因為那個 channel 問題 因為如果手機的 channel 其實是很 很 靈魂 我所謂 大家會大眾化的 如果太重 商業味道太重 的明星 太多 其實有反效果 所以反而 反過來 就算是要用明星 其實大家都希望用一些 user friendly 親密一點 所以 其實你看到 趨勢就是 大家喜歡 KOL 的原因 是真的 說的話 很隨意 所以 刻意 就更加 接觸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發 趨勢就是 大家都希望 多一些新的 KOL 出來 大家都想做 多一些 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趨勢 越來越厲害 當然 我們這些廣告主 因為要有數字的支持 害怕 但是新的KOL 不夠力 但是我覺得 現在慢慢的 趨勢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這個 所謂 KOL 的平民化 或者越來越多 應該是 無可避免的趨勢 好 多謝 Spencer 的分享 其實 我們真的收集了很多 很多問題 問兩位 但這是內於關係 但放心 各位 我們已經收集了 亦會發給兩位 講述 接下來 我們也會在網站上 刊登兩位的答案 我們今天第二節 來到這裡 多謝兩位 多謝 Spencer 多謝 Nancy 請容許我 賣一些廣告 其實我們卓越領袖論壇的第三節 將於12時 就會正式開始 主題是 Women in Tech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今天第二節 就圓滿結束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各位 多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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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